超市的確是不折不扣 為了要做農委會跟中央續產會的生意而成立的 我再強調一次 去年我們的農委會就已經說謊避重就輕 說不是為了專案進口才成立的 因為在2022年就有時機 他那個時候欺瞞台灣社會大眾的事 他沒有告訴大家超市為什麼匆匆的在2022年9月成立 因為他就是為了已經接到了農委會跟中央續產會 從日本進口雞蛋的訂單 一個9月初才成立的公司 9月27號就已經接受了什麼 中央續產會的付款 那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在接嗆 從日本進口雞蛋的這件事情上面 早就已經喬好了 要由超市這家當時根本還不存在的公司 就是要給他做 我們的農業部給大家的第三個謊言是 從日本進口雞蛋沒有簽訂合約 他說沒有合約的是針對什麼 是針對超市的部分 超市的部分進口的數量 遠遠是量財的5倍 5倍 一個進口500萬顆的有合約 跟量財 但是超市的部分 2500萬顆沒有合約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我們的農業部跟中央續產會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5月30號的時候 我們的農業部說 我們從日本進口的雞蛋 總共有184萬箱 184萬箱 184萬箱 但是 當我們發現裡面的數字根本不對 進一步追問的時候 他到6月18號 說 只有153萬箱 184萬箱 變成153萬箱 中間插了 中間插了 這3萬箱雞蛋 500到600萬顆雞蛋 請問到哪裡去 農業部的說法 一變再變 一片再片 結果 等到 上一次 最後質詢的時候 我們的農業部部長 終於說流嘴了 他說 超市2540萬顆 有一部分是跟量財的關係 最後是超市去進口 但是他跟量財之間的關係 不是直接用超市的名義去買斷 應該是600多萬顆 這就是 我們剛剛所講的 落差的那600萬顆 我們所問的每一個問題 都是重要而合理的問題 沒有一個問題 要去侵害誰的隱私權 也沒有一個問題 要去侵害誰的營業秘密 放縱農業部說謊 那才是國會的失職